这个方块太强了 刚才开出一个黑姆大哥 换了一套地狱炎装备 我来试试效果 全都穿上去的话 我们直接抗性全满 防御魔法防御也满了 而且血量非常高 哇 我变成黑姆了 原来这就是黑姆套装 我知道了今天大秘密 在MC中真的有黑姆套装这种东西 这套装备就是 药水效果已经叠得无法再叠加了 太强了 这身装备可以说是聚集了MC所有的力量了 能飞吗 而且能飞 拥有了黑姆的能力 那我能瞬移吗 哇吓我一跳 我以为真的瞬移了 不过以我这个行动速度来讲 跟瞬移也没什么区别了 赶紧脱掉 差点就被这衣服给反噬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点赞观众 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黑姆套装 我一会儿要回去把它裱在墙上 然后我们现在还差一把黑姆神剑 我的个七娘 还有黑姆神药 太可怕了 这要是太厉害了 咱们现在缺的是下节之星 来 先回家 做一个盔甲架 把这个装备先给它穿起 我现在得想一件事 盔甲架做出来的情况下 这个装备会不会触发效果 我找一下盔甲架 这个版本的盔甲 盔甲 盔甲架好像 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东西 找到了 好像需要一点石头 石台阶 好说好说 按们做等下交换你 石头是用不完的 然后盔甲架 现在就能做出来 我居然搞出了黑姆套装 我的天 这次的运气真的是好到爆炸兄弟们 别的东西都可以扔 但是黑姆套装必须先收藏一下 未来我们可能会收集到更多套装 像前面的这些套装 我们直接放在一层 未来我们有的套装可以往二层放 来 黑姆套装绝对是称得上是第一神装 我的天 我的天 好 穿戴盔甲架上 我们靠近他 这个盔甲架都有血量在回复 我的妈呀 盔甲架被赋予了神力 这个现在就是破坏神了 太强了 这个盔甲架都比我狠 我还不如一个盔甲架 这个黑姆方块 不知道能不能开出我们想要的那个 叫什么东西来着 下界之星 发现了一个新方块 J1N方块 这个里边的东西也得到了完善 我在想如果我有精神采集 是不是就能把它采下来 另外我现在得到了一把稿子 咱的挖掘能力不愁了呀兄弟们 还能开出空气 我不信 果然是一把斧子 我还以为给我上精神采集了 由于这个整合包里没有水系方块 所以精神采集 就会变得非常的珍贵 不过相信 肯定会有一个幸运方块里边 有精准采集 嘿嘿 比如说 咱们一会儿去做点黑洞方块 因为黑洞方块 是咱们用普通幸运方块升级 最好做的一种方块 拿点墨囊就能做下 基岩装备的头盔 我也凑够基岩套装了 哇 基岩套装全部凑够以后 天上会往下下钻石 这就是基岩套装的魅力吗 我就是自然之神 是这个意思吗 哦 好像并不是 是方块开出来的 哈哈 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 并没有那么富了 这是普通的黑洞装备 但是看起来攻击伤害加的也不低啊 收散收散 不同效果 咱们都可以收散 哇 他这个血条 哥们 你这个护甲值 大家可以看他这个护甲值 他这个护甲值 218,08 我的护甲值都没他高吧 我才100万 哦 我100万 哦 我200万 哦 那我比他高啊 干掉 他把我装备偷了 他把我装备清除了 看来 这个铁傀儡不简单呢 惹不起 咱们之前玩黑木方块 就没有这个东西 算你狠 我要把你清除掉 啊 他还属于中立生物 你都把我装备清除掉了 你居然 哇 兄弟们 我现在可以说是 损失惨重 啊 损失惨重 还好家里还有一点点武器 可惜了我那一个 就是刚才咱们得的那把稿子了 不过还好 后续应该还能得到 正好我们现在去 专心的去搞到夏季之星 换把神剑 他居然能稀释我的宝宝贝 哼 我好惨 大家不要忘记点赞 视频虽好看 点赞才是支持作者的最大方法 爱你们